华晨宇可以说是个音乐鬼才了 而且在大家的印象中都是比较腼腆内向 还非常单纯的 除了去年和张碧晨突然有了一个女儿 这件事让大家好好了一波瓜 其他时候还都是比较低调 基本都是在创作 或者就是在王牌对王牌中被沈腾和贾玲这样的坏家长欺负 其他时候还是比较安静的 但是最近却还是被曝出不好的消息 不仅说张碧晨是小三 还曝出华晨宇整容直发 还有一些私生活的照片 华晨宇有女儿的瓜我们才刚刚笑话 这一下就又接着来了一个大瓜 难道真的是到夏天了 到了瓜上市的季节了 这个夏季的瓜是吃不完了 只是没有想到这次又能吃到华晨宇的瓜 直发好像也是整容 但是人家觉得发际线太靠上了 往下移一点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吧 难道会影响到他唱歌还是怎么的 那这样的事情出来说事情真的有点华众取宠了 小编只想知道自己感觉自己的胡子不是太多 想指点胡子不知道算是算是整容恩 还说张碧晨是小三 这个就真的不好说了 感情这种事情本来就是说不清楚的 假如你以为还在冷战 对方却以为已经分手了 然后又重新找了女朋友 你反过来就觉得是对方对不起你 他找了小三这个让人家找谁说理去呢 还没有结婚的 第三者插足还真的不好说 谈恋爱吗 大家谈 合适不适合都还两说呢 甚至于还包一些华晨宇的生活照 说一起在床上聊天的华晨宇很猥琐 在话或许没有说错 每个男人和女人在床上聊天都高尚不到哪里去 猥琐是很正常的事情 难道就不能好好坐下来聊天 为什么非要在床上 既然在床上了说明关系不一般 那么人家看到你亮眼放光那不是猥琐 那时对你慢慢的爱和欣赏 说到最好 其实人家华晨宇就是个歌手 人家只想好好唱歌 好好创作 做好自己的事业 现在可能还有加上照顾好自己的老婆和女儿 就是这么的简单单纯 能不能不要出来找事情了 好好听一首他唱的歌曲不好吗 要是实在喜欢的就去买一张专辑什么的 或者跑去弄一张签名照片 这不香吗 就算是原来真的在一起 可是那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说 偏偏现在说出来 是看到花花越来越火了 来要自己的青春损失费了吗 你的青春谁做主 那不还是你自己吗 好好的珍惜 那段时光难道不好吗 为什么非要拿出来搞事情 最后也不过是害人害己 这样的行为简直就是在练七伤权 伤人先伤己 这样值得吗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